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会见证最后一位被淘汰的参赛者 在我们公布最后一位被淘汰的参赛者之前 我很想问大家 你们觉得为什么你们是值得进入我们的最终表演 我觉得自己无论在自信和经验上 其实都有一个优胜的地方 我觉得我身材比较平均 因为我剪了短头发和染了我会比较突出 首先我觉得自己不比较高 然后自己身材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点优势之处 我觉得我自己无论眼神和姿势方面 我都觉得自己比其他女生强 我觉得无论我的身材和我的自信心 对自己的行政方面都注定了做模特的材料 我觉得自己有决心 可能其他方面我都没有其他女生那么好 但我有做好这份工作的决心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信的女生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自信的女生 无论是身材和经验的方面 都比其他女生优胜了一点 我喜欢做模特的这一行 别人跟我说我有什么不足 我都会很开心地学习 然后会做得更好 欢迎大家来最后一次的淘汰环节 今天我们会淘汰最后一位的参赛者 而最后的八个参赛者 便会进入我们9月14号的最终表演 其实我觉得因为全部都没学过 大部分都是新人来的 在进度上可能会有点困难 因为要由头教起 要逼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但我也觉得是好事 因为可以吸引了一个全新的她们 以前我们都拍过不同造型的照片 其实大家carry 这衣服都容易好 希望大家在最终表演出最好的一面 所以在最终表演出最后 我意识到有些女孩 有很多专业的专业 但也有些女孩 仍然是很难工作 我不希望 也不想再听到 例如有个别的模特 会跟一个拍摄者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拍摄 你是一个模特 其实你是应该 去听那个拍摄者 如何拍摄 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都会 有一位参赛者 离开阿里这个团队 剩下八位 希望我们在这两个星期里 收拾好心情 做好自己 希望大家在决赛的时候 继续去加油 在我们选被淘汰的位之前 我们这次会有少少不同 我们会选四位出来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分数 首先我会叫的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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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你的身形 不是太过proportional 所以你会需要 练多些 如何去摆姿势 至于Lily Lily你缺乏的就是 这个camera sensitive 不会摆定一个姿势 用来预备 in case有人拍摄你的时候 这件事是你要学的 至于Tiffany 你要去收的时候就应该收 要去放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去放 因为你拍照的时候 你是要做回自己 你要学会这件事 至于Nevada 很开心的 是你真的会去 努力 不会再迟到 不过 你photo shooting的时候 如果我们compare 你在沙滩影的photo shoot 还有你在Cardum那边拍的photo shoot 你是有少少跌渡 你应该是要继续 或者是要去增加 OK 在我宣布之前 我很想问你们四位 你们觉得今天 哪个今天是会被淘汰 我不知道 我觉得个个都已经尽力了 L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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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好 现在我就会宣布一个名字 Lily Lily 其实我们觉得 在训练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你想去努力 但是你是未去到那个level 每做任何一种东西 你决定得去做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要去投入 我们看到你是 不是很投入 对整个过程 所以 我们会有这个 选择 好多谢Lily的参与 希望明年可以再一次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见到你 因为风雨的影响 原先在9月8日举行的 澳门封面女郎2012 Final Show 将会改期至9月14日 在婆仔屋 和大家见面 2012年度澳门封面女郎 最后八强已经被选出 而将会在Final Show 和大家见面 多谢各位的收看 下一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